本文H块链Truth, ID,全Truth文章,作者林默默30,3500万在几分钟内损失了一半,想要止损或者补仓,交易软件却不听使唤,李肖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财富,被一点一点抓到别人口袋。 他不解,着急,愤怒,有人说用杠杆炒币与赌博无益,他却觉得自己经历了一次抢劫,9月5日下午,比特币价格连续暴跌,OKX交易平台上一大批采用杠杆20倍交易的用户惨遭血洗,看似正常的行情波动,却因为一些迹象,被认为是平台是一收割散户, 爆仓折止水无门,APP扇退,平台无法登录,等一系列状况,让投资者门通失多年积蓄,其中最多的,短短23分钟,便损失了2万个以开房,折合近3500万元人民币,求助无路,客服答应一天内给解释去上约,OKX官方趁事情还未研究清楚,目前还没有对于用户损失的处理方案, 投资者询问客服OKX的总部在哪里,客服始终不肯说,法律无援,平台都在海外,另外是虚拟币与虚拟币之间的杠杆交易,实际上并没有牵扯人民币的结算,这个就不大好定义为非法切货。 数字货币资深研究员张梦龙对区块链Truth ID 传出表示,很多人把炒币当作赌博,赌多年积蓄,博一夜暴富。 如今,多年继续附梦碎,一夜暴富梦碎,在法律和大盘总是,面前双双半下阵来,他们手足无措,23分钟准时3500万,9月5日,王磊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新婚贺礼。 这本是习松平常的一天,婚礼就在几天后,王磊的心情紧张又愉悦,像往常一样,下午5点半,他买完菜到家,并没有马上做饭,而是打开电脑,看了一眼OKX官网上数次货币的价格。 这种紧续险与炒币一年多的经验判断,S&S已经上涨了两周时间,我有一点担心下跌,而且我是组合约的,得保持警觉。 王磊告诉区块链Truth,ID,ChainTruth,看到大盘的一瞬间,新婚的喜悦瞬间被冲散,比特币价格低了三个点,我亏损了又一半多了。 王磊坦言,这已经超出了他的最大承受能力,赶快去平仓,他迅速做了决定,手机却不听指挥了,点开软件之后根本没有任何反应,书账号点登录也没有任何反应,根本看不见自己的仓位,眼看着五万多元成了空气,王磊的紧张感受燃烧声。 币价还在下跌,手机和电脑却迟迟不动,过了不到十分钟,王磊收到一条短信,告诉我亏损已经达到70%了,必须平仓或者补仓,不到十分钟。 他又多损失了两万,王磊有些慌了,他马上拿来妻子的手机反复登录,但依然无果,他必须按捺住自己内心的紧张。 我老婆根本不知道,我投了那么多钱炒币,宰货了十分钟,爆仓了,短短半小时,王磊损失了八万元,这份新婚大理显然不是那么称心如意,几乎在同一时间,在另一座城市,有人和王磊的遭遇高度相似。 短短半23分钟,让我损失了两万个亿态房,9月5日吃80,S价格约252美元,两万个S折合人民币将近3500万元。 李孝告诉区块链Truth,ID,Change Truth,言语中,隐藏不住愤怒和无奈。 不止王磊,李孝,受到此次大腹部波及的用户不在少数,他们本想采取各种止损措施,但OPEX偏不巧在此时出现各种bug, 比如APP闪退,无法登陆平台,无法查看合约和仓位等等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即便王磊们小及时止损,也束手无策,遭到暴力洗劫,散户们迅速组织了维权群。 在现实世界中,这些人或许没有任何交集,却因为这样不得已的理由必须抿成一团,他们的损失从一两万到几百万,上千万不等。 他们想要抗争,OPEX客服不在线,登陆不上平台,王磊第一时间想要联系客服,直到晚上八点多,他才如愿一场,客服前后不一致的说法,让王磊颇为不爽。 他回忆,起初,客服表示因为大量客户有入,机器变得缓慢,随后,客服便承认是倒计了。 对于这样的解释,王磊并不买账,国外的平台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。 国内整个网一段,币价就立马往下砸。 这里面奇怪的一个问题是,既然当机了,大不了整个数字货币的交易都停了,但做工的人却可以疯狂交易。 里面的交易量还在持续扩大,散户却停不去,你告诉我说,你用户太多导致当机了。 这谎言变得,他觉得损失不该自己承担,如果系统正常,我抱他了,我可以忍受,我自己承担损失。 但客服并没有给出王磊合理的解决方式。 无奈之下,王磊问了不下十几次客服OKX的总部在哪里。 但客服始终不肯说,他们说这不是我们能说的范围。 双方将持之下,最终客服承诺9月6日回复给到结果。 但截止到9月7日凌晨,王磊依然没能等来所谓的结果。 在被暴藏两个小时后,有A全者得到了OKX客服的回复。 客服表示系统已经恢复正常,核实清楚后,会给用户一个解决方案,但解决方案至今未得出。 针对用户的极点疑问,区块链Truths ID,全Truth向OKX官方寻求说法。 OKX的一位高管表示,这次虚估的原因很清楚,是基于行情极大波动,造成部分用户短时间无法登入操作。 至于更详细的技术原因,是要仔细的研究,这和公告上发出的内容并无差异,对于此次当机造成的用户损失。 他表示,我们跟一直以来采取的态度一样,网络世界庞杂,造成网络不稳定的因素非常多。 对于平台自身事物造成的用户损失,我们一直本着互相理解,互相支持的态度与用户探讨补偿方案和比例。 眼下,事情还要研究清楚,目前还没有对于用户损失的处理方案,但用户已经等不及了,他们想要通过维权,要回自己的损失。 这一次,当迪迪位撒向徐明星时,据说三百个维权,正要回了自己的损失,没去的估计就没赔。 而这一次,维权者想要以同样的方式,维护自己的利益。 在维权群里,投资者们愤愤不平,这种人一看就是短命的虾,根本没有良知,不用弄死,一只手货,这一只脚就可以,直接安保操作。 他们在以旧可能的方式,发泄自己的愤怒。 杠杆交易,博弈大盘,巨额的财产损失,让很多人坐立不安,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待着,不想回家,我从昨晚到现在没睡,躺在床上一天多了,哪里有钱吃晚饭,等等类似的声音从未停止,而造成他们损失的罪魁祸首则是杠杆交易。 杠杆交易本不是什么新事物,杠杆现在应用最多的领域是外汇和贵金属,一般来说,这个领域行情一天的变动都是千分之几,为了增加收益,投资者会采取杠杆的方式进行交易。 三两只FEO张博涵对区块链Truth ID宣出表示,A5本身有涨跌幅的限制。 在大牛市时,投资者会采取场外配色的方式,来增加自己的收益。 到了币圈,情况变得不一样了。 7乘以24小时不眠不休的交易,币价没有涨跌幅限制,想过山车般刺激人心。 在币圈这个领域,因为本身的涨跌幅就很大,一般来说配两倍三倍都是很可怕的事情。 三两只FEO张博涵说道,区块链Truth ID宣出XXOX平台,发现举杠杆交易倍数最高可达20倍。 高杠杆的影响下,收益被无限放大。 比如,某散户投资10万,只被杠杆,大盘上涨5%,那么该散户便收入5万。 大支,亦然,因此,对于投资者来说,想要赚钱,就必须要和大盘走势博弈。 在币圈,大盘的走势似乎,并不是完全市场化的。 张博涵表示,因为有了交易所和庄家的存在,就有瓦仓被拉爆的方式。 在他看来,能否瓦仓拉爆取决于交易所适用第三方的行情,还是用自己场内的行情。 如果是用自己场内的行情,交易所自己就能操纵,随便一个大单,就可以把自己的行情拉升几个点。 一旦操纵行情有了可能,交易所便将大户的财富攥在了手里。 很多时候一些交易所会让自己的行情复读过大化,这样就会把一些仓位拉爆。 张博涵表示,造成的结果显而易见,把别人拉爆,自己付出很小的代价,并可以把他人的收益置为己有。 交易所作用财富,但在业内人士看来,其吃相颇为难看。 本来华点指下单点们和最后成交点位有差距,就可以赚得很满波满。 现在有些人故意把仓拉爆,就是在透支自己的口袋。 从长期来讲,是一个双熟的过程,和大潘博弈,投资者几乎毫无优势,从法律的角度角,投资者维权的机会也不大。 一般而言,交易所在提供杠杆服务之前,都会在合约里面注明,当币价达到多大波动时会强制平仓。 如果是配了10倍左右的杠杆,整个行情跌5%左右投资者损失,一般收益,就会提示补仓。 然后跌8%左右,投资者损失80%收益,就会强制进行平仓。 这个就是所谓的爆仓。 张博涵表示,事实上,当和运营亏比例达到负7%时,王磊确实收到了来自OKX平台的风险提示短信。 但当王磊想要减持和平仓的时候,他怎么都无法登陆OKX官网机APP,如果发生在国内。 这类似于非法期货,但目前各类平台都在海外,另外是虚拟币与虚拟币之间的杠杆交易,实际上并没有牵扯人民币的结算。 这个就不太好定义,数次货币资深研究员张梦龙对区块链Truth ID宣出表示,在法律和打盘的博弈中,投资者双双半下阵来,只有奇妙机翼的币圈或许,从选择了杠杆交易开始,他们早就心腹气躁,一般来讲,正常人是不会用杠杆方式操作的。 张佛涵表示,这个风险是巨大的,已经超越了投资的范畴。 杠杆交易的本质是博取风险收益,如果控制不好,实际上就是一种赌博行为。 币测熟悉分析师小蕾,对区块链Truth ID宣出表示,赌博的结果是损失惨重,有些人一夜之间损失了一千万元, 有些人损失了一万个儿子,更有人在损失了九百二十万之后,当娃就要跳楼,在被朋友拦下之后方才止住。 但今天再去拨打起电话,已是关机状态,人不知所踪,一夜之间,被收割的韭菜们被一种强大的力量团结在一起,人们想挽回自己的损失。 却意见不一,有人想起诉,有人却主张不起诉,原本强大的力量瞬间被削弱。 我知道为什么维权这么难了,因为大家都不希望这个赌场消失。 我敢说群里的大部分人是希望阿孙非要回来,而不是希望让OK倒闭,一个投资者说, 或许,这个群的命运和所有围权群一样,事发前两天,散户们想到设法,想要回自己的损失,但当所有的挣扎没有结果后,可能仅仅一个星期,围权群变成了死群,不出三天。 咱这个群基本就不会有人说话了,OK也算拖过去了。 有投资者表示,币圈的人似乎习惯了这样的生活,在被疯狂收割之后,只要还有粮草,便依然存有希望,币圈只有七秒记忆。 过去被收割的经历似乎成为了别人的故事,他们斗志堂扬,再一次冲进了没有刀光剑影的战场,但在这场实力选输的游戏中, 他们或许只有被收割的命运,摆在王磊眼前的事,他必须强装开心,去筹办自己如期而至的婚礼。 祝,应采访对象要求,文中王磊、李孝、张梦龙皆为化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